发现中国船只跟随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人员立刻广播要中国船只离开 不过中国海警船无视菲律宾警告还蛮横上前阻挡 从画面上可以清楚看到中国海警船在体型上比飞过船只大上许多 如果不是菲律宾这方紧急停驻船只恐怕两艘船就会撞在一起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4月18号到24号在南海展开巡航任务 还邀请了国际媒体记者上船期间中国海警一路尾随 23号搭载记者的菲律宾海岸巡防队小型船艇接近南沙群岛仁岸暗礁时 一艘中国海警船突然转向阻止它驶入 两艘船只一度非常接近只有相距45公尺 几乎就要撞在一起过程相当惊险 菲律宾在仁岸暗礁有军队助手 不过中国一直以来都主张仁岸暗礁是其南沙群岛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海警船依法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上秩序 同时及时采取措施 规避飞方船只危险接近 避免发生碰撞事故 针对此事美国国务院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市 5月1号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前发布的声明中指出 中飞船只差点相撞提醒了人们 中国在争议海域骚扰并恐吓菲律宾船只 呼吁北京停止挑戏与不安全行为 并强调针对菲律宾武装部队的任何攻击 都会引来美国的回应 明确显示美国坚定支持菲律宾的立场 华日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